哈囉大家好 那我最近有買了一個紅薯鍋 紅薯鍋就是專門烤地瓜用的 那在大陸買的很重 一個鍋子有6公斤重 那今天我準備來用這個紅薯鍋來烤地瓜 那前幾天我有到菜市場去買了一包金山地瓜 因為金山地瓜大家都知道 最有名的就是金山地瓜 那台灣有竹山地瓜 金山地瓜這兩個地方 地瓜很有名 那我特別喜歡吃金山地瓜 所以我買了一包回來 那要來烤地瓜呢 那總是要先洗一下吧 那我們現在就先來把我買的 這個金山地瓜 來把它洗一下 這個並不貴 對喔這一包我買的價錢 是50塊錢 其實價錢也算還好 50塊錢 那我們就來把它洗一下吧 因為它這個沒有洗過的 都是很多這個泥土在上面 那我們就先洗一洗 那我們就開始來把它洗一洗 洗地瓜的時候 我們就是需要用一個菜瓜布把它刷乾淨 好 那你可以先把地瓜 泡在你這個 這個 臉盆裡面 讓它先泡水 先泡軟嘛 把表皮先泡軟 好 然後我們就可以用這個菜瓜布 好 這樣水不用開太大 就是不用太浪費水 就是把這個表面搓乾淨 那搓乾淨之後 你就可以先把它放到你的一個乾淨的盤子 來我來拿個乾淨盤子 好 來我先把這邊擦乾淨好 好 來我先把這邊擦乾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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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地瓜 蠻多條的 所以我們也要洗很久 好 那我平常我都會這樣仔細的把它洗 好 我要洗這個一包地瓜 半 這個可能要這個 這個好像是一斤嗎 還多少 反正你這個地瓜大概 大概 是六條 也許大概洗個三五分鐘一定跑不掉的 好 你如果洗乾淨一點的話 這個皮也都是可以吃嘛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就 就盡量把它洗 把它洗乾淨 好 那 當我在洗地瓜的時候 大家一定要仔細看 要把這個洗地瓜的方法 把它學起來 好 一定要仔細看 看仔細看 看我怎麼洗地瓜 好 我們這個地瓜 把它洗的 白白嫩嫩的 好 用菜瓜布把它 搓搓搓搓 好 那你把它洗得越乾淨 可能 你在這邊洗耗灰的時間 可能也就越久 好 好 那今天 今天我是 只有洗一包 因為 昨天我已經烤掉一包了 那你如果說洗兩包 那就更久了 好 那我們也 也花了一點時間 把它洗好了 就像這樣子 那當然 你這樣看起來乾乾的啦 不會說太潮濕 那我們 我們就可以拿這個 這個 我的這個 紅薯鍋就出場了 它這個 長這樣子 好 中間有一個洞 這個 這個很重 那一般來講的話 你這個保養的話 平常要先抹一點很薄的油 不要太油 太油 太油的 變成 這個油烤地瓜 就有點油耗味就不好 就是說 一點點的油 做表層的保護就好了 好 因為之前我曾經 油弄太多 一種油耗味的地瓜 感覺地瓜表面都油耗味 都油耗味 很不好吃 然後我們這個 就用 用這個鋁箔紙稍微 扣一下 將來我們就是 比較好清洗我們的鍋具 好 其實你這個鍋 鍋子的這個底部的鋁箔紙齁 你不需要壓太平 因為這個地瓜 事實上就是 不需要 太緊密的接觸 容易烤焦 好 那我們 我們在 在擺地瓜的時候 我們注意一點就是說 你底部的話 盡量擺那個 比較胖的 比較胖的 比較不容易熟的 因為底部的溫度 他是比較高的 所以 所以你要 要擺比較胖一點 比較好 好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來烤了 那烤以後 你烤 你要先蓋上 好 這樣把它端到我們的 瓦斯爐 那首先你要開大火 開大火 燒個 十分鐘 大火燒十分鐘 但是 你在 在 烤到 大火燒 第六分鐘的時候 你必須把 火先關掉 把蓋子打開 打開的時候 這很燙的 你要 要用這個 絲抹布拿 不然會燙到 然後呢 你把這個 地瓜 翻面一下 尤其是下面這一層 因為 溫度很高嘛 你用夾子 把它翻面 翻面 翻面一下 這樣的話 才不會說 到最後 有燒焦的 一個 一個現象 那 那你翻完面以後 把這個蓋子 蓋回去 繼續 大火 繼續十分鐘 所以大火時間 是十分鐘 就對了 然後 然後 就開始就轉 小火了 中小火 中小火要烤 四十分鐘才夠 好 那我們就 等一下 就讓他繼續烤 那我們回歸我們 今天的主題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 講實在話 不是烤地瓜 不曉得各位 有沒有仔細看我 洗地瓜的一個 畫面 如果沒有看清楚 重新 再回去看一次 我從頭到尾 在洗地瓜的姿勢 都是站直的 沒有彎鳥背 絕對沒有彎鳥背 因為你如果彎鳥背 洗個三五分鐘 你就腰受不了 所以說 我今天就是要 最主要是要告訴大家 你要洗地瓜的時候 要怎麼去洗 這個動作呢 同樣也是可以用在 用在我們洗碗 洗菜的上面 那 那怎麼說呢 所以 你的這個 這個 流理台的龍土 要先換成這種 可調高度的 可調高度的 然後呢 你要在這邊 先擺一個鍋具 把這個底部先墊高 把一個鍋具先墊高 再把你的 這個 臉盆放上來 這個就是洗菜盆放上來 那這樣的話 你的 被洗的東西在這邊 那你在這邊洗 你就可以 站得很直 這沒問題 你洗菜也好 洗米也好 都是盡量把身體 腰桿打直 這樣才不會說 經連累夜的話 造成我們的一個 腰部的一個受傷 這個彎腰駝背的情形 我看很多 很多這個人 就是有這個 腰痠背痛的問題 那你如果說 盡量避免這種 彎腰駝背的動作的話 那對我們的這個 腰部是比較好的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 洗地瓜就到這邊 最主要目的還是說 如何洗 才洗得愉快 不會這個腰痠背痛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各位如果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請記得要訂閱 也別忘了幫我按一個讚 謝謝各位 掰掰 謝謝